大家好,我是傅彥堂 我是劉彥堂 你不用出門 我們帶你看遍中部所有的不動產房地產 所以請你們立下訂閱我們的頻道 讓我們提供你最新的消息 我們的物件最多 保證讓你有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如果你看完喜歡的話 請打電話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是去戒鑰匙 或者是約好時間地點 我們就到現場看 那當然我們拍的影片 盡量會拍得非常的仔細 你就不用出門 對,你可以看得非常的詳細之外 你就可以知道這間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對 那我們現在是在台中市的那個 那個沙路 中青路六段 對,沙路區的中青路六段 靠近那個公民中學附近 公民國小 這邊有一個透天藥麥 應該說是平坊 對啊,平坊 大地坪38坪 超大地坪38坪 你從那邊站過來 你從那邊站著 你站這邊 這是他的客廳 客廳 客廳還算大 對,他也有一個窗戶 對,我們等一下會拍外觀給你們看 我們先看房間 這一進來的話 左邊這一間是那個房間 這個都是石牆喔 他不是木頭牆 老公有網路有關嗎 有 有,好 因為怕會中斷 來 再來是第二個房間 他第二個房間也蠻大的 都是石牆 他其實之前都有整理過 這種平坊都有整理過 對 只是目前他是給外勞住 所以我覺得有點髒 那這個是第三間房間有開窗的 對 還有開窗 對內窗 對外面的那個陽台 後陽台 那這邊的話是他們的現在目前的廚房 廚房還蠻大的 很大 對啊 跟客廳一樣 那就是客廳跟廚房只有 隔這個木頭牆 其實可以敲 敲掉並開放空間 好 你要是再多隔一房間 這個呢 現在是目前他們的那個洗衣服的地方 塞衣服的地方 我們拍一下那個樓 那個上面 對,他上面屋頂之前有換過 對 不會太久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廁所 廁所有一個最內窗 就一套衛浴這樣子 以前有整理過是不會太糟糕 OK 那我們從裡面拍出去 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去了 對 地平38坪 燈要關嗎 還在 要關 就是他這邊的客廳 側邊都是三個房間 我們等一下要帶你們去看一下周遭的環境 還有先看那個建築的外觀 這個是外觀 這個是外觀 它這個外觀旁邊這一個平房是跟它連在一起 這是雙 就是我們這個等於是雙併的平房的其中一部 它面寬很寬 它門口可以停一台車 對 門口可以停或者是停摩托車 對 面寬大概是8米 面寬大概8米 我再開一次客廳的燈等一下 那這是一條五尾巷 我們這邊是倒數第二戶 倒數第二戶 這樣子 這是倒數第二戶 OK嗎 是第三戶吧 那一戶不是嗎 那一戶不是 我們是倒數第二戶 那這邊對面已經有人蓋到二樓去了 有人蓋到二樓 那我們這個是只有平房而已 這邊有其他人蓋到二樓的 好我們走出去看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啊 它是不是以前有內縮啊 我們的土地是到中間這個水溝蓋 然後內縮的部分大概可能有七八坪 所以我們的室內大概是30坪 室內是30坪 那也很大耶 也蠻大的 因為有三個房間 對了我們不是說要查一下它的使用氛圈 這邊應該算以鍵 要看嗎 應該是以鍵 你可以看一下 好嗎 反正它再走 這邊距離中輕路 算蠻近的啦 就是 欸 怎麼是住二 這邊是住二 對啊 好住二 好住二建立還不錯啊 黑銀燈欸 黑銀燈的 這邊又是那個中輕路 旁邊這邊又是中輕路 路半大條 我們進來的巷子不會太小 就是我們門口 門口因為有退縮做路 所以行門口是可以的 因為門口的土地是我們的 因為門口的土地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中輕路 這個就是中輕路 我們現在走出去 這個中輕路啊 左邊是往那個 左邊是往那個 航空站 對 那個插路的國際航空站 那右邊呢 是往 對 國際插路航空站的方向 對 那右邊就是往大雅 往大雅東大陸的方向 對 大概情形是這樣子 我們再走回去 我們再帶你走一次 看看這樣子的路 它其實這個路大概10米 這邊轉進來的路大概是10米路寬 哇塞不敢相信欸 這也是住二 對啊 它還是住地內 住地內的建地 我們剛剛以為是一建 這裡就一個豪宅啦 老公 腳尖豪宅 它這個 我們就是這個進去裡面 倒數第二間 對 這個就是把舊房子敲掉空蓋 這個 這個啦 對啊 它應該是兩戶 這個 這個勒 這個也是嗎 沒有 這個 這個可能是針繭的 那個 應該是用針繭的 對 確定是住二 對 它每一戶都是大面寬 大面寬 的 雙釘的 平坦 我們這個面寬多大 面寬大概8米 那當然五尾巷的缺點就是齁這邊不太不適合回轉啊 就只能停門口然後倒車出去 這個從這邊開始算 對 我們的土地到這邊到這一條水溝到這個水溝 然後車子可以停門口 這樣 到哪邊 這邊對不對 到那邊啊 到這邊對不對 到瓷磚 嗯 那就 就到這裡 大面寬耶 對 這邊是四米 這邊是四米 所以前面可以改一下變成 四米多 大概八米一定有 至少大概八米 八米的大面寬 好喔 基本上是這樣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這一天七百九十八萬 開價就是底價 沒辦法抑價 如果你要來砍價錢 我的抑價能力沒有 真的沒有很厲害 或許你也可以試試看別家中間 但是我們是希望你們找我 對啊 祝二 可贏燈 如果你可以接收七百九十八萬開抵合營的這種價格 大地平 歡迎來找我們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 對 我們也會嘗試幫你去一價一看看 差太多 也是五秒的 因為他們五五六多開價就是底價 然後這個又是有整理過的平房 其實這種大地平的本來就很少見 我們覺得這個也是 應該也差不多算是秒殺件 可賣物件 當然也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可以追蹤一下我們的頻道 所以才會晚上趕快來拍 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我們來看看他幾天之後會變成寫以壽廚 好喔 謝謝你們 我們來可以讀看看 看他幾天以後是以壽廚 對 我覺得這件還不錯 對啊 那 記得喔 一定要訂閱喔 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有朋友要介紹 有朋友要找房子 幫忙介紹一下 我們一定會有辣包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個韓流來了 請保暖 謝謝你們 掰掰